一记高尾腿 我们却踢住对方的头部 这真是迅雷不解耳之势 这就是刘海龙的过人之势 第二次对方多闪开了 刘海龙打的是个反强 所以在对方刚开始 如果没有进入状态 确实还是感到有些困惑 对方突然冲上来 刘海龙靠拳法来抵制对方 漂亮 一个下狼角 刚这个 刘海龙靠上去以后呢 刘海龙小骂的躲闪 并显得向对方摔倒在垫子上 一个下狼踢 应该说这个踢的是非常鲜熟 没有是一个高贵腿 刘海龙现在要避免 跟对方多做这些身贴身的摔法 因为这个选手啊 他在巴西柔处啊 还有那种职业摔跤的技术 都是相当出动的 当然是抬举这个下劈腿 但对方呢还是接住了 但是对方也没有能够扩大战果 因为刘海龙这个选手啊 他既然敢使高腿 起腿半辩度就差了 确实是没有金刚转破缆磁气活 对 因为他一抬腿 那么马上就一只重心 就一只脚了 所以正好是对方攻击的 很好的机会 但刘海龙啊 一高人胆大 胆大一更高 敢于使用这样高劈腿的这种动作 漂亮 对方一个 劈腿 劈腿以后转身 正好露出空档 被刘海龙攻打到后部 刘海龙这个选手 他起路的非常的快 从他的身体状况看呢 这个选手啊 应该说比较适于打拼打 尤其是这种 这个绞杀战呢 就对这个选手来可能是 更擅长一些 所以刘海龙的打的比较聪明 就是以快制慢 在武术中呢 经常讲是快打慢 所以刘海龙比较注意距离的移动 和打这个反击 对方一个动作之后呢 马上后发先制 这样呢 使对方这个距离啊 还有他那个连续动作呢 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刚才这个 刘海龙又是一次后发先制 利用对方出腿之后 马上防守反击 刚才福吉哈洛呢 他刚才这个 这几个动作也是 应该说相当的惊险 这要是踢到 刘海龙身上 也是相当了得 你看刚才他使用七法之后呢 刘海龙马上利用这个 焦劲的变化 想把对方带倒 但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选手确实训练有素啊 福吉哈洛呢 他刚才这个焦劲的保持平衡啊 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重心 应该说这是一场恶战 要西风对手降雨良才啊 在赛前呢 我也见到刘海龙 他说对美国这个对手 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而我们的录像带 倒是被美国选手 看了一边又一边 漂亮 我们看到刘海龙啊 连环腿之后呢 一个转体 马上就是一个边锤 现在 双方展开近距离的搏杀 近战 我觉得这种近距离的击打 如果刚靠拳头的话 显然不是刘海龙的特长 现在 刘海龙还是需要 要注意和对方打距离 对方很聪明啊 他发现这个战术上 需要做调整了 所以在比赛中呢 是武器决定战术 他的武器呢 就是这种交叉的拳法 和他这个扛摔能力 那逼的角落里面 刘海龙就不是他的优势 必须撤出来 打距离 这样才有他抬腿啊 远距离进攻的那种半径 我们看到刘海龙教练 现在抬腾啊 非常的着急 我们看到他下面 大声的击呼着 恐怕呢 是要他在战术上 做起一些 非常恰当的 及时的调整 现在场上裁判呢 在提示双方运动员呢 要开始进攻 这一段组合啊 我们看到 富吉哈诺啊 还确实是 把这个自己的侧场捞到的 好像双方的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 双方的战术 都会有一些变化 现在开局 我们看刘海龙 打得非常谨慎 漂亮 连续的这个 两个连续踢反啊 刘海龙 这个节奏把握的相当好 好的 潜入摔 炮腿 这个在中国的摔跤里面 俗出一个超拐子 刘海龙今天比赛里面 包括保力高 都平民使用这种招法 漂亮 好的 用高飞腿 这个拳腿压得非常紧 刚才对方是犯规了 刘海龙抄了一只腿 抄了一只腿 结果这个 美国选手啊 是用双手拉住 这个红色的围绳 刘海龙呢 也发现这个距离 这个位置对自己不利 企图呢 是试图把对方拉出 能够接触绳圈的位置 我看他打挺啊 这个作为发现 哈托啊 哈诺他这个 打挺身子以后呢 让刘海龙呢 很难把把位控制住 就是使用摔法 整个就是 所谓打挺式 就是像鲤鱼打挺一样 整个的这个腿 向后身 把位合不拢 所以那就不好使用摔法 后手拳相当重啊 我们看这后手拳打得非常准 这刘海龙呢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要注意这个距离 对自己不太有力 那对方是 逐渐也找到了这个 拳法和腿法 结合进攻的距离 这次对方扑得太猛 自己失去人重心 刘海龙刚才一个扫的勾梯 把对方呢 一个拦门脚 撂倒在地 但是对方的后手拳呢 来得相当快啊 所以对刘海龙来讲呢 这个头部承受的压力 可想而知 刘海龙非常聪明 发现呢 正面堵截用腿法呢 应该说 还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看到对方 这个上的这个脚啊 承重腿的时候呢 经常就是一个 鼓术盘根 就踢对方的这个承重脚 让对方呢 很难一次到位 来发挥他拳法的优势